开车了 我觉得现在还是挺快的 基本离开车还有很长时间 基本上大家就是都做好了 不像以前的冲运那时候 当然呢可能好多年前了 就特别慌乱啊 特别忙乱 什么特别 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组织管理 管理方面也越做越好 没有说像以前那样的情况 现在开车了 火车开了跟我招战 我现在天气得特别特别的好啊 感觉有点像冲天的感觉了 感觉真的很 但是我们应该往 因为是往北去啊 肯定是越走越冷啊 你看外头那个太阳照的 真的像冲天一样 往那边应该开 那个车走哪里啊 那个 曹关啊 曹关啊 他们应该是进湖南 湖北 咱们去走 这样才能效果好一些啊 这种 这种绿皮车啊 就特别有那种 怀旧的感觉啊 因为你像高铁了什么都是 就是特别冲冲忙忙的感觉啊 让你 让你根本就是进不下心来啊 你这样绿皮车本身大概跑不快 让你能够停下来好好思考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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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 因为这个速度啊 你看外头也能看得清楚点 你要速度太快 还没等看它就走了啊 很快啊 那每年这个就是一年又一年 年复一年 特别快 广州这几天就变成了空城一座了 大城市都是这样嘛 年后然后 无数的人再来到这里再去 听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很有意思啊 就是 你坐车啊 你会 你会 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啊 尤其 因为我们有时候啊 就是到一个地方啊 就是如果不关注啊 中间这些东西啊 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一个 特别大的一些变化 但如果说你是 一直在看啊 一直在这一路上看 你会发现 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化的 它不是说一下就变化那么多 但是它肯定有变化 等到这个变化啊 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哎 你就感觉好像就差异很大了 你知道吗 就非常有意思啊 所以有时候说 最美的分解在路上 我觉得现在就是体验这种变化的 这种乐趣吧 如果说你只是同一个点 对吧 如果说坐飞机啊 或者什么那个 刚才那个社上的乘务员啊 他在过来检查一下这个 这个鼠啊 这个鼠 那个安全不安全 还是很那个认真负责啊 或者说他们 有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那你必须的检查 那如果没有检查的话 那 那如果很很奇怪 那没有检查 怎么知道检查没有检查 但是这是问题是吧 怎么现在靠这个责任心啊 好像也不是那么 可靠 你知道吗 是吗 那一会儿应该就快到那个山里边啊 因为往那个是整个广东省啊 不能说大部分 很大部分都是山区 它现在的那个平原地区 其实就很小 就是沿海的一些地区 相对于有些平原 所以整个广东省的经济发展 其实还是比较的不均衡 你像山区相对来说 就还是比较 我们说发展比较比较缓慢 真的发展好的可能就是沿海 尤其是这个珠山脚这边 你像那个潮山那边 其实并没有像想象的发展那么快 当然最早的话 做这个经济客区的时候 也有这个山头 什么这些地方也有 但是我觉得 它也不可能那么多是吧 你想 它这个资源呀 这个人呀 它总是会集中化 就是强者欲强 它越来越吸引这个人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特别大的 这样一个情绪的效应 你要能做到第二 做到第一是吧 那你做到第五第六 好多时候就没什么意义了 别人就不会去了 是吧 所以整个广东省的这个资源 什么就是 这个集中的 我们说 以广州为中心吧 当然深圳 深圳是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没有那种情况 什么 这有一个沙河厂 厂用中心去 他说 沙河到沙呢 我们应该是到 哦 那我们应该是到哪了 到这个广州中站这边了 这个车应该是路过广州中站 哎 那我没看到广州中站呀 没看到 它过了吗 没注意啊 没注意 广州中站往中走 不对啊 那有点搞清楚了 不管了 咱们记得说啊 那个 你以广州为中心啊 你像什么 活山是吧 东莞 当然那个沁远 因为沁远没有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土地啊 在这个工业化时代 这个土地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嘛 因为你要建厂方了 建什么 它要形成一大片的这样一个区域 你没有没有避建 交通也不方便 用水也不方便 那也没有办法了 嗯 很多人坐车 当然现在有手机了 像我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互相聊天是吧 然后会互相说一些这个 很有趣的见门啊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在车上都很少会看到 什么有这个陌生人啊 互相聊天了什么 基本就是大家就各拿各的手机 各看各自己的手机 然后下车 这样 以前不是啊 以前总会有 因为太无聊了嘛 坐车太无聊了 有些常驻车 那肯定大家互相聊聊了 一些一些什么东西 这也是个变化吧 我觉得 比较好看 我们上车地的东西 是有可能的 我们下车地的车地的车地 这是我们下车地的车地的车地